黑衣男子從民宅走出來 乖乖跟著員警上車 他就涉嫌企圖盜領別人普發的6000元 案發在前一週 金榮一名28歲男子跑到超商 ATM提領普發6000元 結果系統說已經登記入帳 而這帳戶不是他的 嚇得趕緊報警 日前施行的身份證 然後加我的健保卡卡 就資料不符 然後後面又是我的舊的身份證 身份證字號跟健保卡卡號 就顯示被登記 被害人他是說他的 身份證字號跟健保卡號 疑似被人冒名 去登記全民普發現金的 這個資料當中 那我們根據查證 這個6000塊還沒有被 入上到這個被害人 指稱的這個涉案賬戶裡面 那我們目前已經積極的 向金融機構 調閱相關的交易明細 確認到底這6000塊 有沒有匯入這個涉案的帳戶當中 彰化地檢署指揮 金融警察局偵辦 成功抓到兩名嫌犯 一查才知道被害人 因為之前缺錢花用 在網路上借貸 提供自己的身份證 健保卡和金融帳戶 給主嫌姚姓女子 而嫌犯這回看準 普發現金 只要輸入基本帳號 就能領到 姚姓嫌犯 才會和30歲的王姓男子提議 借用金融帳戶 一旦盜領6000元成功平分 現在兩人不只領不到錢 還一起進了警察局 日前所發生的普發現金 遭盜領案 本分局在受理後 積極偵辦 迅速鎖定嫌犯 日前 報請彰化地檢署檢察官指揮 並會同彰化警方 本局刑警大隊持拘收票 在彰化來捕犯嫌兩名 並且在身上查扣的手機當中 有發現多人的個資 全案依違反個資法洗錢防治條例 及詐欺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 這起案件 也成了普發現金手中盜領案 雖然兩名嫌犯最後沒有得逞 但警方查出 還有五名受害人 警方偵訊後 依照詐欺 洗錢罪移送偵辦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